撒狗粮意思表达的是秀恩爱的意思 通常适用于某某受欢迎的明星CP公开秀恩爱 粉丝们都一片欢呼的场景 也称之为发糖 明星撒狗粮十分之普遍 网友们往往看得眼花缭乱 今天何炯何老师也撒了一把狗粮 而且撒的是高级狗粮 别人秀恩爱的对象都是某个人 而何老师秀恩爱的是三个了不起的超级对象 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快乐大本营 另一个是亿万观众 何炯说 从1998年3月13日到2018年3月13日 他主持了快乐大本营20年 他从那样的何老师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何老师 20年来 何老师一直在每一个周末主持 快乐大本营 陪伴电视机前亿万观众 度过一个又一个快乐的周末 而在这6月轮回 时光交替的20年间 何老师犹如被施了魔法 相貌居然没变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变化 绝不会有人说变老 而只是更有气质 更有气场了 有人说男人只会变老 不会变成熟 这话放到何炯身上 就得反过来说 男人只会变成熟 不会变老 他的自信 他的才华 他的快乐与幽默 感染了电视机前的你和我 当我们慢慢成为周年人 更小的孩子一叉叉长大 他还留在去光灯的中心场地 继续充当他的年轻人而毫不违和 所有人都服气 何老师撒的这把狗粮 你服气吗 喜欢的朋友请关注订阅 谢谢收看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